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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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蓝猫就知道关心比赛的事 这么晚了还叫我来打探红狗的训练情况 也不关心我有没有吃宵夜 好困 还是先回家得了 什么声音 疤狗快点儿 红狗和疤独 它们这是 疯狗 小心 疯狗 小心 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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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啊 公鸡兄弟 你在哪里啊 你不是每天都要叫吗 快给我叫呀 快叫 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叫 我也会叫 鸡叫了天亮了 我也该去锻炼了 一二一 一二一 猫大哥真笨 蓝猫已经跑了 快走 好像有鸡叫声耶 是我在叫 好一招调虎离山之地呀 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要干嘛 好 猫大哥 我们为什么要晚上来借书 那是因为怕蓝猫小气不肯借 在哪儿呢 解书 猫大哥难道有什么秘籍吗 到底在哪儿呢 巴豆你看到宝典了吗 找不到呀 宝典 猫大哥原来有宝典啊 难怪比赛总是赢的 红狗你看 哎呀你小心一点 书可不能落入他们两人手中 俗话说 飞水不流外人田 看样子 我飞飞得出手了 巴豆你快把地上的书捡起来 可不能留下蛛丝马迹啊 蓝猫宝典 不好 巴豆还有多钱 到手了 可不能便宜了他们 让他们到猫大哥的地下室去玩玩 就是他 啊 好像走了 等等 你着什么急呀 哎嘿嘿 书终于到手了 你们就慢慢玩吧 我可要失赔了 走啊 想不到蓝猫会把书藏在床底下 巴豆上面写的是宝典耶 太好了 巴豆就是这本书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我们把书拿走 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了 你说对吗 啊 那咱们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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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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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在你脚下 红狗 你这是在干嘛呀 你还不快走开 这个房子里怎么 怎么会有个洞呢 大笨蛋 这是个地下室 知道了 这是怎么回事 撤 八斗 我们快走 我好像撞到头了 现在好痛 这点痛算什么 回去好好练基本功 我们一定要打败猫队 没想到呀 没想到 出来打盘情况 居然能失到宝贝 真是太聪明了我 有了宝典 我也可以像妖笔一样 身彩飞扬 我也可以拿金牌 看看这宝典里面 写了什么秘籍 蓝猫语录 文基奇武 这什么宝典 这什么宝典啊 就一本练习册吗 气死我了 自作聪明的飞飞跟踪在红狗和巴豆后面 因为拿到了蓝猫的训练宝典 结果却是一本练习册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请看下集完美的表演 蓝猫运动小知识 马术比赛设置为圣装五步赛 场地障碍赛和三项赛 每个项目运动员必须乘坐同一匹马 完成每日的比赛内容 圣装五步赛又称花样奇术赛 是骑程艺术的最高境界 比赛动作有慢步快步跑步伸长快步斜横步 定后肢旋转空中变换等 满分为十分 场地障碍赛要求运动员 起码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和顺序 跳跃全部障碍 最好成绩为零分 罚分少者名次列前 三项赛由三个部分构成 圣装五步耐力赛和场地障碍赛 项目比赛中 运动员骑马在即将跨越障碍的一瞬间 爆发出无以伦比的力量 以优美的线条飞越障碍 轻巧着地 继续朝着下一道障碍前进 因此又称为综合全能马术赛 所有项目总计乏分最低的参赛者为冠军 德国选手弗兰克是2006年世界马术锦标赛团体冠军成员之一 他在比赛中以7分51秒的最短计时跑完全程 罚分为53.4分 在所有参赛选手中也是最低的 展现了世界超级棋手的风采 2007年8月11日 弗兰克获得圣装五步个人赛第4名 运动小知识 马术比赛设置为圣装五步赛 场地障碍赛和三项赛 每个项目运动员必须乘坐同一匹马 完成每日的比赛内容 围绕在你左右 让我们奔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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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奔握手 我们都是 南暴云作为